中国的工具 我们做的这些都是那种 也就是也算是那种最不利用的才制作的 那这个以前是什么多 以前这个 像这种也就是那种 树已经砍掉了 或者说被雨季冲击下的 有些树根 小的树有些树根 树根你们主要的树是吧 这些就是树根做的 这是一个整体 这个就是我们做一些 放了一些 配了几个样子在里面 这些我们还是有 建议设计法在做的 这里面有很多房式 全国市场有些是找不到的 哦已经找不到的 这个自然变的就不是老房了 这个是老房了 这个就像你那些以前的老树 这些是 also the recycled rubber the rubber tree because they have been cut off so they use the recycled timber to make it into furniture like this so this is actually a very green idea for the furniture producing 对,对 这个就是中国的那个以前的那个古代的这些家具 我们是防狗家具 哦,防狗家具 哦,防狗家具 but it's imitated furniture 有没有一部分本地的木材还有吗 本地就是外面那些都是当地的 铁道木啊 铁道木,八宝树 鸿木嘎 鸿木嘎也有 就是马老鹰嘛 这些 全国懒人这些有没有 西南华也有 西南华也有 哦 八宝树可以做什么 八宝树可以做什么 八宝树也就是 八宝树 这些自然家具都可以做 因为我们要求它是有那个绣编的 哦 就是现在砍伐的这些树 都是要几十年 他们已经砍掉的 我砍了 那哪好找没有这些木材 就是在民间收一些 吹了房子以后那些旧人 就是那个 那你们见别的出来吗 还是他可以告诉你这个是八宝树的木头 我们可以看的 你们可以看 就是看到这一块树 基本上每一块量 我可以解说给你们是什么树 哦 那还不错嘛 这算是一个很专业的知识 我们的木材专家都还无法 除非就是这个树 就是说几百年的那种老树 就看不出能力了 就不好见别 我们包括这些老房子 那个旧房子料 就是缅甸的老窝的 我们也是收割过来 收割旧房料 你不去收他们做柴火 他也做柴火丢了 没用 这个倒是一个很好的利用 我们当地政府也是很支持 现在的核心树的 这个根还在挖没有 不挖了 现在政府不让 不允许挖了 不允许挖了 这个会破坏生态 我觉得你们现在 生意做大了 赚了很多钱了 你们应该在一些 周边的一些 是歹出的存在社区 扶持他们做一点 人工造领 特别是核心树的 这样一些工艺活动 你们拿一点好钱 但是赚一个好名声 对你的企业文化 也是一个提升 政府在带着做的 政府带着做 你们自己可以做 一年种一个村 因为歹竹的传统 就是每一年 每一个家庭 添一个小孩 就要种三十株铁刀木 这是传统 但是现在这个几百年的铁刀木 基本上都没有了 都砍了 它主要砍的目的 不是为了卖给你们 主要是为了 把地止换出来重向胶 但是根就没有用 还有一个用处 就是说这个铁刀木 砍了一个生意 它长得快 不不不 你连根拿走了 它就没有了 它是做柴火用 做柴火用 我知道 但是传统的用 只是砍上面做柴火 你不能拿来做木雕的 所以你要做木雕 就把它连根就撬掉了 对吧 现在基本上是不砍发的 不砍发的 最近这两年已经砍的没有了 可没有砍的了 你们不是有一组人 要去曼庭公园 曼庭吗 可以进去看看 曼庭村 全部就在那个地方 你可以进到公园去看看 有一片铁刀木林 很大的 那是原来的 第二届老组长 刀鬼洞告诉我的 四百年 现在都忘记做根雕了 就是没有那一片没有 没有 那一片是保护的 铁刀木 铁刀木的 铁刀木做就是生的料 我们都一颗都没有 没有 你可以看这些都是一些老的 老的根 你生料拿做出来 它还是很配 我从台湾来的 我想刚才 那个裴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企业做大了 对不对 也要经历点社会责任 在台湾的话 我们有一些造林地 民众他自己没有 没有经费可以维持的时候 就有企业来认养 我们就要认养 他有企业 他会帮忙出钱 来照顾这一片铁刀木 我想这个 你们可以尝试做做看 可以尝试做做看 对 谢谢 让新的情况发展 对对 对你们企业的形象也非常好 对对 搞到一片铃像刚刚裴老师讲的 以你们这个企业的名字 一两年了 种那一片 那真的是千秋万古 大家都会 对你这个企业的形象 就绝对有好处 这个八宝树 他刚才说也用 八宝树抛吧 他不是 他八宝树木材还是好的 他不是砍神木 他是带族 不是现在都旧房子 换新房子了吗 转瓦房吗 原来旧房子木材拆了以后 他没人要了 他会最多就拿来做柴火 他们就把它收购过来 他们还有能力鉴别出来 这个是什么树 那个是什么树 这个是八宝树 那个是红麦钢 红麦钢还是比较硬 八宝树它材质 他说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八宝树是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不容易的 那也不容易变形 但红麦钢也不高 但它容易变形 容易变 对 容易变形 这个也就是在社会转型阶段 有那么多材料 对吧 对 加来源 就像在台湾一样 台湾现在所谓的 红麦钢基本上是不肯罚 所以你没有新的来源 唯一的来源就是说 它旧房子拆掉了 它只把旧木料拿来更新使用 就像刚才老师说的 没有新的来源的时候 所以我们所谓的 院了 怎么俄奖他 传计的 道安房间 第三个还 Dale Home 只有一个地方 国内墙俄 within 陶化 对 洋组合 和新 consort堂 熙 传国院". 最一个 的任何 都称动的 物equ Twistン 维 Ing 你知道什么是用的 在建材货的材货 在地区域里面 他们只用它为火锅 这些东西是哪里的东西 在家里的房间 在家里的房间 你做这些产品 卖个水 大部分是外来的 都是家庭用的 家庭 家庭 中国人家庭没有那么大地方 这么大的东西往哪里放 这个就普通卧室都可以用的 这些是possible 你玩弄我们的possible 办公一般不搭买这个 除了公司办公 办公也有办公用品 办公不搭买这个 办公也有办公用品 哦 我们也有 我们也整配套的这些 they produce diversity of furniture for office for household 有珍贵木材的这么一种文化 这些家里在美国的博物馆里面还有 博物馆有 还有一些华人也买 不过有一些洋人也买 他觉得这个好 是另外一种文化 他欣赏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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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就可以看得到它自然的 老地柜是吧 可以看到自然的木 自然的 嗯 这个我估计恐怕就是你熟过来的木材做的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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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这个料的稳定性比较好 像这一块就是桂花树 桂花树 桂花树 这个就是桂花树 我家里都还有一棵桂花树的熊桂 以前我们自己做的 现在砍的树要做成这么厚的话 你风干之后它还是会垫的 那这个材质就不会垫了 这个是个很好的利用 我那个柜子搬到昆明区以后 也都没垫 但是它会有缝了 豆子的笋之间就开始有缝 缝的不是很大 那另外有一张镯子一张圆镯了 就完全中间裂开了 那这个加盟印的小鞋 这个还是可以的 这个是个巴鞋 这是我们自己的产品 你这个买准 反正都是外来的人多一点是吧 我们自己的经销商呢 哦 经销商 它外面可以订货了 我们基本上每天还是有缝 我们自己的物理 你们运的除去卖是吧 当地消费应该是有多少 那石头板那 对 港元素消费很少的 那石头板那 对 教主 教主不好意思 请教你 你们的销售 你们的销售 哪种 哪种木材的颜色是最畅销的 因为我觉得刚才我看到有一个 比较灰色系列 那以我个人的看法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或者中华民族 对那种灰色系列的东西 比较不欣赏 倒是有比较红色的 或者咖啡色的会比较欣赏 你要走量的话应该是偏红嘛 起漆一点 起漆一点还是销售量比较好 尤其清洁前后嘛 是 大概这个颜色 偏红一点就好 偏红一点比较好慢 那这些自然家具 它有艺术性比较强一点 要艺术 艺术造型的这些 设计都是怎么样的一个 有特别的 那个设计是 它可以 它自己 个人可以独立完成 个人都完成了 哦 所以它 它是属于它个人做吗 那一件 它自己的 这是打磨的一个区域 哦 他们做了一个大型的一个区域 行造出来之后 他们是说 打磨 发展橡胶的时候 像这样这个树桩也是跑出来不少 但那个时候是烧掉了 但是佩洛斯在说 就五十年代六十年代 但是现在它拿来作为根钓 作为这个呢 也是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可以增胶不少 这边 对对 就像这种 火烧掉的 对对对 您就是说 它这个现在说 种这个橡胶橡胶路之前 要把以前的生理给清茶 肯定要清茶 清茶刚才拍了像这一类的 根都包起来了 跑起来 都要跑起来 不跑起来都种不了的 那个时候我们大概就烧掉了 现在呢像这些呢 刚才说的 好几个重新利用 嗯 但像这个呢 就比较老了 可能也是几十年了 这个 就现在烧了几十年了 这是也是一种文化了 文化 嗯 对这这个树种呢 也相当多 刚才说到的 像那个铁刀墓 现在它的根也拿了 刚才有一颗 像那个呢 是像那个紫微 嗯 这些的都是硬木类 像这种经过火烧的呢 它 还不会生存 可能表面去了以后呢 里面的芯材还相当好 嗯 过去开橡胶林的时候 像这样的这种根雕 是相当之多 那现在好多都 重新挖掘出来 作为一种利用 但是这种资源呢 今后也是 逐渐逐渐 可能就消失了 没有了 就现在我们也在 现在那个林科院的 一个热带林野研究所 在搞这个珍贵用餐数种的 呃 人工培育 房子和人工培育 那么就把这个珍贵用餐数种 作为一种期货 比如说我给你种苗 三个月的 半年的 三年的 五年的 那么给你以后呢 我给你在这个地方种植 之后呢 你企业呢可以来投资 投资的作为一种期货来投 作为期货来投 因为可能你现在比如说 一个种子一开始可能就卖一块钱 一个种苗 可能十年以后就是一百块以上 那么 没有 就是说这个货币增值也不可能那么快的 所以就作为一种期货来 因为有的呢 他觉得他 这个作为种子 他等不得 他那个 等不得 这个收益 那么 他有钱这些老板呢 可以把这个作为一种期货 对期货给他购买下来 那么我跟你培育 那十年以后二十年后 这个林子就给你 我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在 十年前 2001年 在我们那个热带林场 种了十万株肉桂 但是那个肉桂呢 可能最多就是 连 连它的总苗成本 就十块钱一颗 最多了就五块钱到十块钱 现在呢 人家给到三百块 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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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占那么大 所以这个就是一种 可以做一种期货来进行 是 可以做期货来进行 那么最近呢 当时呢 投的钱大概就几百万 现在已经价值四千万 嗯 这个收益是 很值得的 一个投资哈 所以这个呢 它是一种 这个 呃 长周期的 那么长周期的 那么有的呢 他 呃 看不到很短期的这种效益 那么就不愿意去做期 实际上呢 这个颜料在消耗 那么你还都有 时间陪优出来 啊 那么时间陪优出来呢 实际上你比如说这个老板 他赚了钱 应该把这个钱拿出来 对 所以一种期货投入 对 那么保证你可能十年以后 二十年以后 你还有这个 否则你这个企业 你经营多久 十年 十年以后 没有延了怎么办 是不是就转行了啊 你养了那么多工人 而且这些工人呢 都是 这个工艺很精湛的这些 不是说是一两 一两年培优出来的 所以应该有一种 可继续发展这种 长久的 呃 最终理念 对 可继续发展理念 所以刚才几位专家都说的好 你说应该任养 嗯 那么任养呢 它是一种带工艺性的 实际上可以做一种期货 对 对 一种期货 那么 呃 其实你的利益也可以保证 就是把你现在赚的钱 偷到今后十年 二十年 这样去考虑去 嗯 这个真的很壮观 对 你来帮我这次照顾一下 好好好 对 我觉得 好了你们知道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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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